午11月25日 黄光玉被捕的原因一下子生出许多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 财经网报道 黄光玉涉嫌操纵市场 具体只对其凶黄俊清控股的ST金钛股价进行操纵 第二个版本 据香港媒体报道 黄光玉在北京被公安带走接受调查 极有可能涉及洗钱及税务问题 第三个版本 黄光玉可能涉及动用资金炒作期货或衍生品 在资金来源和进出内地与境外的过程中存在问题 第四个版本 黄光玉一涉及早年利用空壳公司 违规进行资本运作 非法挪用资金极有行贿行为 第五个版本更加传奇 黄光玉出世的导火索 是因在澳门与赌王和鸿燊豪赌 输掉17亿元巨款 仅归还6亿元现金 剩余11亿元赖账不还 赌王和鸿燊因此向大陆报警 黄光玉豪赌人人皆知 资本市场上的豪赌更是累见不鲜 经常在开会的时候 他都在向操盘手下令买金卖出 甚至还会在关键时刻亲自下单 不过跟赌王和鸿燊的赌局 将黄光玉的被捕 推向了更神奇的高度 甚至愈演愈烈 黄光玉豪赌成性 2007年 黄在澳门赌博 一次就输了上亿元人民币 近年来黄光玉因赌博总计输掉80亿元 资金链断裂 兄弟被捕 黄俊钦再也坐不住了 11月25日 黄光玉包凶黄俊一份填膺地站了出来 证监会调查ST金泰股价一事 从2007年9月底就已经开始 我作为ST金泰的董事长 也曾配合过调查 根本不是现在记者报道的那样 什么我们在操纵股价 黄俊钦的反驳很无力 2007年7月9日到8月31日 名不见经传的ST金泰60万0385 SH连续拉出42个涨停 成为中国股市18年来 涨停时间最长的一只股票 资料显示 2001年12月 新横基集团创始人黄俊钦 通过其掌控的北京新横基投资管理集团 和北京新横基房地产集团 收购ST金泰 分别持股10%和1.92% 成为其实际控制人 2007年9月 证监会联合山东省证监局开始对 ST金泰进行调查 至9月30日 股价仅为17.91元 ST金泰创记录的涨停 为黄俊钦和黄光玉带来的麻烦 只是一个开始 正看着黄俊钦的表演时 我的县人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让我非常震惊 他说 涉及商务部前官员郭精一案的一个女人 是黄光玉案的导火索 这个消息让以往的种种猜测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2008年8月13日 原商务部调法司巡视员郭精一被双规 北京私封律师事务所原主任张玉栋 商务部外资司员副司长邓战等 先后被检察机关批捕 这个商务部窝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但是 有关他们如何被揭露出来的原因却未见报道 以郭精一联盟的实力来看 能扳倒他的女人绝对不是寻常之辈 这个神秘的女人到底是谁 国美电器在香港上市跟商务部有很大的关系 难道黄光玉在国美电器上市 以及并购永乐电器等公司的过程中 新惠郭精一等商务部官员的线索得到了证实 寻找那个神秘的女人 立即成为我当前最重要的调查方向 我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兴奋 觉得自己正在一步步向真相靠近 11月25日是黄光玉神秘失踪后的第六天 当晚国美电器的七人应急团队 以国美电器有限公司管理中心 人力资源中心的名义 发出一千余字的至全体同人书 以期鼓励士气 至全体同人书要求员工在各种传言铺天盖地的非常时期 保持前所未有的高昂斗志和乐观必胜的坚定信念 并称针对近日报刊 网站 短信等出现的 关于我们董事局主席黄光玉先生的传言 相信大家已经有所了解 公司管理层正在核实相关情况 目前国美电器没有接到任何部门与传言有关的法律文件 但事情有了结果 公司会第一时间向大家通报 这份制全体同人书 简直就是当年德龙系垮掉时的那份公告书的翻版 内容毫无新意 乏善可陈 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 这份制全体同人书末尾的抄送细节上 初主送 国美总部各中心 大区分部门店 以及香港国美外 还抄送黄光玉主席 陈小总裁 国美电器控股杜娟执行董事 暴风雨一阵猛似一阵 失去主角的戏码寂寞而又苍良 看完这份制全体同人书 我的电话响了起来 终于有了那个神秘的女人的线索 跟以往一样 我迫切地希望见到这个传言 将中国首富直接推向深渊的神秘女人 端倪出现 摇 电话那端神秘女人的声音有些沧桑 我进行了简短的自我介绍 尽管我非常急切地希望了解到真相 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现在与我通话的是一个脆弱的女人 我不能急功近利跟狗仔队一样 让我非常遗憾的是 神秘女人不在北京 而电话里是不可能获取我想要的细节的 我只有与她约定见面相聊 我开始了忐忑地等待 无论如何 终于打开了突破口 11月26日 北京市公安局透露出了 黄光玉确实被调查这么一句简单的口风 县人异常兴奋地告诉我 这两天 证监会跟专案组可能还会有更详细的披露 黄光玉一案已经成了铁案 接下来还将有更多的人被抓 这一天 记者们开始对国美集团的资金 厂商关系 操盘手法等进行详细的拼图 试图从最细微的地方 找出黄光玉犯案的蛛丝马迹 相关的机构也开始跳出来刨钉解牛 招商证券的研究员相当敬业 从银行负债到供应商欠款 一律而给研究了个头 银行提高成对汇票质押比例和供应商挤兑 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中的任何异种 国美电器都有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险 从报表上看 国美2008年中期的资产负债率为69 83%如果扣除虚拟的商与资产 国美电器2008年中期期末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8% 国美在行业顶峰期高价收购了大中电器 以及此前的多次大规模收购行动 将带来资金压力和管理压力 国美2010年还面临46亿元的可转债偿还压力 招商证券的研究员并非危言耸听 早在黄光玉出事之前 国美电器与供货商就已经是关系紧张 黄光玉失去联系后发布的国美电器三季度业绩报告 透露出一些端倪 截至9月30日 国美电器应付账款及票据周转天数 从去年同期的137天 缩短到123天 这主要是由于公司未改善与供货商关系 现金付款比例增加所致 但仍有些供应商的账期长达6个月之久 因此有供应商担心国美资金出问题 而提出暂停供货和采用现金交易 光大证券的研究员很不客气地得出一个结论 黄光玉事件如果涉及上市公司的经营 那么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 供应商对国美资金链丧失信心 发生供应商陆续停止供货和讨要货款的行为 国美可能因为资金链断裂而破产 国信证券的研究员像记者一样 对国美的供应商进行了调查 非常专业 最后的结论依然是非常的悲观 受此传闻影响 上游供应商已经开始担心国美的付款能力 如果这种担心不断得到强化 无疑会对国美的正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沉默依然是沉默 新华社是官方发布重大信息的渠道 面对黄光玉被抓引发的乱象 新华社的记者也是一片茫然 没有接到政府部门的通知 他们就开始用投资者和消费者 向政府部门施加压力 黄光玉拥有在香港上市的 国内家电销售龙头企业 国美电器35% 55%的股份连年登上中国富豪榜 今年更是占据首富位置 这样的名人一旦 出事势必牵涉众多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 引起人们普遍关注当属情理之中 11月26日晚 前一天还在义愤填膺抗击记者的黄光玉之兄 北京新横基集团董事长黄俊钦 因涉嫌经济犯罪也被北京警方带走调查 同时接受调查的还包括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忠民 许忠民是黄光玉的老乡间合作伙伴 早先属于娱乐圈中的人 我第一次听说许忠民是根椅 双规的前证监会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毅有关 这两个人关系非同一般 许忠民对黄光玉的能耐很佩服 不过自认比黄光玉帅气 许忠民跟以双规的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经常在烂尾楼之间转悠的大法官黄松游也是老乡 在调查的过程中 我得到了一张弥足珍贵的照片 照片上透露出来的信息是 许忠民黄光玉 黄松有三人在2008年10月 同在一家酒店开怀畅饮 个个喝得满脸红霞飞 而同年10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免掉了黄松有的一切职务 中纪委将对未成年少女特别有兴趣的高级兴摊 黄松有给收压了 转机出现了 端倪出现 2 11月27日9点30分 北京市公安局新闻办正式对外宣布 国美集团董事局主席黄光玉因涉嫌经济犯罪 目前正在接受警方调查 北京市公安局这样破天荒的在案件侦办的过程中公布案情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遗憾的是没有公布与案情有关的具体细节 不过这也是黄光玉消失一个星期以来 第一次有办案的权威部门 对于黄光玉被抓传闻作出的明确答复 北京市公安局自有他们的难处 公安部专案组将抓人提审的重要任务交给他们 他们要抓的不仅仅是一个中国首富那么简单 还有一些官场上的涉案人员 这些人与他们之前可能都是同事 甚至是朋友 忽然有一天破门而入 他们将冰凉的手铐靠在这些人的手腕上 可以想象场面有多么尴尬 到底是什么经济犯罪 美目交易还是操纵股价 从2006年黄光玉被抓然后被放 证监会就开始紧盯这个危险的资本客 无论是从交易所的交易状况 还是交易资金的流向 证监会以及挂牌在证监会的证券犯罪侦查局 都早已定位跟踪 从另外的渠道 我得到了抓捕黄光玉的过程 这次抓捕是绝密行动 中央高层直接将命令下达到北京市公安局 11月17日21点55分 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 亲自带经侦总队到指定地点集合 经侦总队的警察们全副武装赶到集合地点 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次深夜突然行动的目标是谁 抓捕队伍到达一栋楼的楼下 领导突然下令 抓捕黄光玉 片刻愕然后 经侦总队警察迅速包围楼层 随后将大门撞开 黄光玉束手就擒 不知道这个俨然警匪片片段的抓捕过程 是否有传播者的演绎成分 因为是绝密行动 不在现场的人无从知道 在现场的人也绝不能透露 对我来说 抓捕黄光玉的罪名依然是一团迷雾 中国首付经济犯罪的说法 大概是无法向公众交代的 面对已经公开的事实 国美集团再也捂不住 11月28日 国美电器在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 宣布 公司已委任国美电器总裁陈晓为公司代理主席 国美集团新闻发言人何杨青 已经没有了几天前的那种遮掩了 他告诉我 国美集团已决定 由国美电器董事会代理主席兼总裁陈晓 常务副总裁王俊洲 副总裁为秋莉组成决策委员会 负责公司日常经营和重大管理决策 由国美多位副总 以及各个大区老总组成11人执行委员会 负责总部和全国各地分部的日常经营与管理 这时中国证监会也亮相了 11月29日下午 黄光玉涉嫌犯罪侦查的另一关键部门 中国证监会召开了 国美电器公司主席黄光玉涉嫌经济 刑事案件的新闻通气会 根据通报 在2008年3月28日和4月28日 证监会对三联商社和中关村这两只股票的异常交易 进行了立案调查 调查中发现 在涉及上述公司重组资产置换的重大事项过程中 北京彭润投资有限公司有重大违法违规嫌疑 而彭润的实际控制人 就是国美电器公司主席黄光玉 案件涉及金额数目巨大 证监会已将相关资料送交公安机关 证监会在案件还没有侦查完毕 就以新闻通气会的形式对外发布信息 是极为罕见的 不过 证监会态度积极地让人错愕的还不止于此 他们还主动向香港联交所伸出了橄榄枝 只要香港方面需要侦查国美集团的情况 证监会愿意站出来帮忙 面对北京市公安局以及证监会的双重压力 国美集团坐不住了 不得不对外承认黄光玉被抓的事实 北京市公安局已于11月27日 正式口头通知国美 黄光玉因涉嫌经济刑事案件 目前正在接受公安局调查 转机过后 又是漫长的无声无息 解开了黄光玉的失踪之谜 却把我引入了更大的疑惑 黄光玉为什么再次入狱 焦急等待中 神秘女人接连爽约 见面的时间一下就推迟到了2009年 2009年1月14日清晨 一夜无眠的我接到了神秘女人的电话 这次终于可以见面详谈了